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除多个黑衣阴险图谋 同时又一人嫖娼被捕 身份令人震惊 观察者往1月17日训 上月起接连查获枪械及弹药后 港警本月截获了10件由美国进往香港的邮包 又发现超500发子弹 警方顺腾摸瓜 17日又搜出一支半自动手枪及近百发子弹 并拘捕一男子 香港警方当天见传媒时 介绍了警方今早在沙田的行动详情 本周日 在有泛报派发起机会游行 激进吴勇派屠龙小队 计划春节前 在机会游行中 四机用真枪袭警危害市民 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 高级警司李贵华表示 警方今早在沙田拘捕一名27岁男子 在他广原村住所 搜出一支P80半自动手枪 及92发子弹 其中47发藏于7个弹匣 可以随时发射 消息指 涉嫌无牌关有枪械及弹药被捕男子 被捕男子陈某龙27岁 任职提款机维修员 熟悉机械 也是黑魔屠龙小队的一员 并负责由美国购买军火 并组装枪支 是该小队的枪械师 和枪弹供应商 警方相信 他在网上订购子弹 枪支零部件 以及其他刀具等承报装备 由美国的卖家 在当地代购 及邮寄到香港的一间宿地公司 再由一贩领取 然后将零部件组装成 具发射功能的长短枪 有人甚至曾在荒野试枪 据悉 他组装一支P80半自动手枪的成本 约数百美元 虽然同为黑魔 但提供枪弹照收钱 接近警方消息人士透露 是按由美国网购的枪械配件包裹 经乐游集运游寄发货到港 存货在乐游的土瓜湾 美华工业中心的自取点 1月7日至10日 警方截获了10件 由美国寄往香港的邮包 发现内藏362发长枪子弹 150发9毫米短枪子弹 及99条引爆电线 另发现瞄准器 前后准心 手把等枪械零件 港警顺头摸瓜调查 认为今日时机成熟 遂于早上八十举 派源至沙田广原村 拘捕该名男子 杨耀宗指出 去年12月8日至今 香港接连查出 多宗枪械及爆炸品案 期间 警方共拘捕13人 包括十男三女 6人已被检控 其中3人仍在拘留中 李贵华指出 早前案中所见的枪械配件 仅已游地方是寄到本港 目的让警方侦查困难 之后再有几位人士装欠 再交给激进暴徒使用 他相信 今次被捕男子 以网购买入配件 角色同为负责装欠 及负责收件 相信疑犯 以类似集运的方式 将邮包运到收发点 并会用假名 其假资料 蒙骗执法机构 其身份及真正住处 另据香港东网报道 警方重申 已经与其他执法机构 有密切联系 将设法堵塞一切漏洞 阻截枪械流入本港 港警同时强调 藏有及使用枪械 属于严重罪行 根据火器及弹药条例 可被判处14年监禁 香港警方日前发现 有无勇暴徒 自主神秘小组 在网上以暗语沟通 更提供大麻和现金券 招兵买马 研制更具杀伤力的吸金武器 相信有人策划 在隆历年前 袭击警方设施和人员 香港警方14日中午 开始分兵两路 围捕该组织成员 在通菜街 利明大厦 移住宅外 检查三名男子 其后 协法庭首令 将三人带回住所搜查 搜出一个 用铜水喉制成的土制炸弹 该炸弹 用密封增压的原理 令爆炸和杀伤威力巨大 同时 爆炸品处理课 重点搜查队 知上水河坝村 一村屋搜查 检获一批实验室设施 及用具 包括烧杯 喷枪 铜制水喉管等 另有高浓度硫栓 双氧水 汽油 约重一公斤化学粉末 以及防毒面具 眼罩及超市现金券等 相信该处是一个实验室 用作生产爆炸品 并当场拘捕一名 29岁黄信南电工 新界北总区 中案组15日 根据成员名单 至全港多区 再拘捕6名成员 年龄介于17岁 至23岁之间 被捕人增至10人 他们全部涉嫌 串谋制造爆炸品 藏毒及非法集结罪名 通宵扣查 根据香港法律 第200章 刑事罪行条例 任何人非法 及恶意制造 或管有任何爆炸品 意图危害生命 或严重损害财产 均属犯罪 最高刑罚为 监禁20年 警方相信 仍有人在逃 会全力追捕 将该组织 所有成员绳之以法 此外 纵报文宣成员 17日凌晨 在屯门非法张贴海报 建联笼墙 警方到场截获 八名男女 年纪最小的 年仅14岁 警方在众疑人身上 搜获文宣单张 胶水 电钻等工具 遂已涉嫌 关于物品 意图损毁他人财产罪 将八人拘捕 据悉 被捕者中 有一名修班男警 他和女友 女佣母亲同被捕 该警员已被实施停职 警方重申 警队非常重视 警务人员的专业操守 任何人员 干犯违法行为 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 定必予以严正处理 农历新年将至 春节前 本应是市民 上街购物的好日子 但过去七个月 持续以暴力破坏 香港的黑衣暴徒 却不愿看到 社会祥和的气氛 香港文汇报记者获悉 一批黑衣魔 正密谋 与港独分子河流 在节前 再制造一场 大规模的流血冲击事件 据悉 山暴徒人刘尹匡 连同连灯的团队 会在19日 再举行一场名为 天下制裁 集会游行活动 届时 黑衣魔将大举出动 在港九多区 进行遍地开花行动 有知情毒人 向香港文汇报记者爆料 周日的游行计划是 水网东流 由中环起步 目标是铜锣湾骂市区 企图影响警方部署 制造更多空间 给黑衣暴徒 进行冲击破坏 我们的组织根本不想 暴力活动停落下来 有知情毒人 向香港文汇报记者爆料 有人希望能制造更多 新鲜的暴力画面 而这些画面 经过山暴文圈组剪辑后 可以变成许多年轻抗争者 继续被打被害画面 继续引发及延长 社会出现的暴乱行为 而这些画面 已可帮助山暴派 打所谓的国际现实 更容易讨好西方 祈求支援 他续说 有人或幕后老板撑腰 故绝对不想 社会暴力事件停下来 未来还会继续发起 游行集会这套路 去煽动更多暴力 消息透露 在蔡英文日前 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 独派更加有恃无恐地 煽动黑衣暴徒进行冲击 而曾以观看选战为名 赴台的独人回港后私下声称 当地的台独势力 可为示威者提供人道援助 包括安排翻案者 或以被控罪者潜逃赴台 犯报派无恶不作 令人唾弃 近日又开始攻击香港警队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16日在出席中西区区议会时 犯报派区议员叶锦龙 提出临时动议 要谴责邓炳强监管警队不力 纵容警报 要求特区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并解雇邓炳强 邓炳强随即离开会议室 黄河勇施和多个政府部门代表 已一同离席 黄河勇施随后表示 自己代表政府立场 不能认同并非事实的指控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其后在FB发文 批评有关区议员 用各种手法对处长和警队 做出不实指控 出言侮辱 动议谴责 破坏议会应有的规矩 和议员和官员应相互尊重的基础 范暴派中西区区议员 17日到申诉专员公署投诉 称 黄河勇施疏忽职守 漠视区议会作为民意代表职能 并对林郑月娥及政府的声明深感不满 该区区议会副主席杨浩然声言 公务员沦为政治工具 特区政府打压民主派主导的区议会 罗志光回应时表示 在前日中西区区议会上 有区议员针对某部门进行不实指控 很明显已超越一般区议会的工作范围 官员离场只是表达政府立场 依据经验及守则形式 离席的做法恰当 并没有疏忽职守 更没有违反公务员守则 近日 广州中医药大学一名香港籍大午学生 因涉嫌嫖娼娼在广州市一间酒店被捕 该学生对嫖娼行为供忍不讳 消防指 民警在广州市一间酒店房内 拘捕该名男生与卖淫的女子 并在现场捡获一个避孕套 一支润滑剂 以及2300元人民币的性交易费用 民警查明 该学生于去年11月8日 于12月16日都曾以同样方式嫖娼 他对嫖娼行为供认不讳 据悉 该学生是国难中医 泰勒格瑞姆群组管理员 专门为受伤勿勇 提供医疗资源的称报后援组织 于去年7月创立 声称 是一个由十多名注册中医 及中医学生等组成的 泰勒格瑞姆议诊平台 该组织自称通过众筹筹集资金 但有报道指 其云影资金还来自612人道救援基金 此前 称报后援组织国难中医 其中一名负责人细牛称称 其组织另一名在广州就读中医的负责人 日前返回广州实习期间失联 怀疑在宿舍内 被内地执法部门带走行政拘留 其室友也被扣留问话24小时 又声称 国难中医只是提供人道支援的纯白频道 不明白成员为何被查 值得一提的是 1月17日 圆满完成香港防务任务的 200余名陆海空军官汇别香港 返回内地工作 这是香港回归以来 第21批干部换出离港 据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报道 从全军选调到驻港部队工作的干部 已抵达香港 并接替了换出干部的防务职责 据美国纽约时报13日报道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 当地时间12日表示 该组织负责人肯尼斯·罗斯 当天被香港拒绝入境 12日 罗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他当天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后 因移民原因被拒绝入境 他说 自己于12日下午2时30分抵达香港 四个半小时后 登上了返回纽约的航班 被拒绝入境后 罗斯及人权观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大肆攻击中国 剥夺了香港的自由和民主 据报道 罗斯是美国籍 他此次来中国香港的目的 是发表人权观察组织的最新报告 该报告原定于15日 在香港的一场记者会上发布 据了解 美国旅客可享受90天 免签证入境香港的便利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 有关事宜时表示 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 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支持反中乱港分子 吉利教授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煽动港独分裂活动 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 这些组织零受到制裁 也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香港黑衣 近日之所以安分不少 也在于美国与伊朗局势的升级 美国无心顾及香港 却与中国再次交手起来 美国从2018年5月份 退出伊核协议之后 就致力于让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 多次制裁伊朗 受到美国制裁影响 大多数国家不敢再进口伊朗石油 也只有中国俄罗斯少数国家还在进口 但中国的持续进口 让美国的伊朗石油零出口计划无法实现 美国不高兴了 要制裁中企 就在本月 美国财长努姆钦宣布 对多名伊朗官员 以及伊朗的钢铁与石油采矿工业进行制裁 以此减少伊朗政府的财政来源 但还是有三家中国企业 因为进口伊朗石油受到了波及 对于此次姆努钦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与伊朗的经济活动合理合法 呼吁美方立即停止单方面的任意制裁 与长臂管辖 并通过外交和谈判来解决与他国的矛盾 威胁和极限施压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令美国想不到的是 伊朗石油出口受制裁后 石油价格并未出现暴涨的情况 并且石油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 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被广泛利用 伊朗的石油缺口不太可能在国际石油市场掀起大浪花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